本节目由UCG提供 各位海拉鲁小菜鸟和老流氓们 这几天是不是都在爆肝王国之类啊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适应六年后的海拉鲁 我们特意爆肝 为各位整理了一些使用的小技巧 帮大家在开荒时节省时间和精力 以下内容不含剧透 请大家放心观看 床荡海拉鲁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答案当然是心性和精力了 和旷野之心一样 在王国之类里 如果想提升心性和精力的上限 就得去挑战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神庙 旷野之心里 由于存在榴莲这种逆天的食物 导致很多玩家都对心性上限不够重视 而本作的战斗强度高了很多 探索的手段也多了不少 因此对精力的要求不再苛刻 除其大家不妨多投资心性上限 至于能够交换心性和精力上限的恶魔像 在本作中也依然存在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由于射击剧透 本期就先卖个关子 本作的神庙非常鲜艳 远远的就能看到他们头上的螺旋光圈 不过这回神庙难度又明显提高 每个里面都有至少一个宝箱 拿起宝箱后过关 地图上的神庙名字后面会多一个标记 方便各位查漏不缺 神庙具备传送点的效果 这也是老传统了 因此就算遇到暂时不想挑战的神庙 也一定要记得先将它解锁 这样以后就能直接传送过来 由于灵克遭遇了剧情伤 一身神窗全部丢失 同时因为海拉鲁充满瘴气 导致前座中的很多神病利器都腐蚀生锈 好在这回灵克掌握了余料剑奏能力 该能力可以为武器和盾附加一种材料 不同的材料会附加不同的攻击力 其中怪武器的材料加工较高 尤其是世界boss身上的素材 另外我们还可以用武器附加武器 例如用长枪附加长枪 攻击距离就会超长 不过武器依然存在耐久度的设定 即使是当作材料附加到武器上的武器也不例外 这套系统当然可以延伸出一些怪玩法 例如把石头附加到盾牌上 这样使用盾帆可以直接开矿 不过会较快消耗盾牌耐久 可以用于应急或者土以乐 和前座不同的是 本座不存在天生的属性武器 需要通过余料建造能力自己造 在武器上附加属性材料是最简单的做法 另外不同的矿石也蕴含属性的力量 例如武器附加红宝石就能放火球 附加黄玉则能放电球 如果你的灵克家里有矿可以试试 你把武器只能附加一种材料 如果想替换材料可以打开背包 在武器界面中选定武器 然后选择删除余料 只不过删除下来的余料会消失 不光是武器 这回弓箭也可以附加材料 因此也不存在天然的属性剑了 弓箭附加材料无需能力可以直接进行 这使得弓箭的变化要更加丰富 常用的组合包括光亮花 火焰果 水之果 炸弹花 混乱花等 还有一些奇思妙想的组合 例如给弓箭装上怪物演出 就具备跟踪能力 装上怪物翅膀就能飞得更远 大家在获得素材时 不妨仔细看一下说明 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空岛是本作最激动人心的设定了 由于空岛不能直接进入 因此推荐中后期再来仔细探索 前期想要进入空岛的话 除了从鸟望台起飞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这点制作人此前也演示过 就是太空电梯 游戏前期经常会看到从天空落下一些石头 只要站在石头上 再对其使用导转乾坤 我们就可以被它带为高空了 空岛上有不少好东西 像是回复力很高的金苹果 和自动复活的妖精 在流连风光不在的本作里 已经算是前期不错的东西了 而击败空岛上的boss 方块魔像 往往也能获得一些特殊奖励 我们在这个视频介绍了 击败方块魔像的超简单方法 强力推荐大家去看看 有手就行 本作中存在着大量洞窟 这些洞窟不一定全部以洞窟为名 也有可能是坑道 密道之类的名字 每个洞窟里一定存在着一只魔游衣 这是一种发光的奇特生物 一般出现在天花板和墙壁上 如果将它打跑的话 可以获得它掉下来的遗失物 这个道具可以在地表的森林驿站 找前作的魔物商人 交换各种前期非常实用的好装备 如果我们已经取得了某个洞窟里的 魔游衣遗失物 那么地图上洞窟的名字后会打勾 非常贴心 接下来说说本作的佐纳乌系统 简单来说 就是在空岛和地下挖矿 就能获得名为佐纳尼乌母的矿石 在智炼魔像那里可以将这种矿石 演练为佐纳乌能源和佐纳乌能源结晶 大家可以把佐纳乌能源理解为备用电池 可以用它来补充林克身上电池的电力 或是在扭蛋机里抽扭蛋 而佐纳乌能源结晶的作用只有一个 就是为林克身上的电池增加电力上限 每凑齐100个就能提升一小格 不难看出佐纳尼乌母矿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游戏初期只能从初始空岛的试炼魔像附近获得 要想大量获得还得去地底世界 凡是名字里带矿的地名都不缺矿 一旦遇到好的采矿点 请记得标记 上面说到了扭蛋机 扭蛋机的全称是佐纳乌装置制造机 抽出来的装置可以随时用在冒险中 一次丢5个佐纳乌能源抽是最划算的 利用不同的装置配合救急手能自由组合 从小车到战车 从飞机到高达可以说是相当考验玩家的想象力 不过前期由于我们遇到的扭蛋机不多 加上电力有限选择不会很多 这里我们推荐一个适合新人的组合 一个是极简式直升机 仅去两个风扇机和一个操纵杆就能组出 组合时一定要保证三个部件中心对齐 不然起飞后有可能出现不稳的情况 另一个是极简式摩托车 仅去一个不倒翁 一个操纵杆和一个小轮胎 这个组合耗电极低速度很快 缺点是爬坡性能差仅适用于平原 和前作类似 完成开局教学后 我们有四个大的主线任务点可以前往 经过我们几位特派调查员的通宵探索 这里推荐大家 先去东边 也就是卓拉领地 可以获得前期非常实用的装备和奖励 以及强力的佐纳乌装置 当然 这只是一个建议 并不是说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 才能愉快游戏 OK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部分开荒建议 之后我们也会陆续更新更多实用的攻略指南和趣味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UC机 祝你畅游海拉鲁 早日成为老流氓 救公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